同學,你好!又是馮航榮老師 今堂,我們主要分解 究竟這麼多元素當中,我們如何分類 以及我會看周期表 好,來了 元素主要分為三大類 就是金屬、非金屬和半金屬 可以嗎? 有同學說,那水是什麼呢? 我們喝的水又是什麼呢? 其實水呢,之前說過 水是H2O 同學,還有H2O 代表什麼呢? H是氫 O是氧 即是氫和氧結合 所以水叫化合物 二氧化碳呢? 二氧化碳又是什麼呢? CO2 C是碳,一個碳,兩個氧 所以這些已經不是元素 靠差不是元素 那地面是什麼呢? 是不同的元素結合了 它們是化合物 可以嗎? 所以我們一說的元素 就是出現在元素周期表 即是這個表 這個表當中 所有科學家發現到的最基本最簡單的物質 構成這個世界 就叫元素了 我們很多時候 除了金屬,我們看到它真的有塊鐵 有塊金之外 那些元素 我們看到的東西已經結合了化合物 好 我們先看看周期表 周期表 大家留意樓梯這個位 我特地做了手腳的 就在左下角畫了三角形 這大堆元素 包括彈、直、斜、伸、伸、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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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大堆元素 全部都叫做半金屬 可以嗎? 周期表的右邊 這裡 這一大堆 全部 對 你看到有炭、硫、氧、氧 就是非金屬 另外周期表的左邊 一大堆 除了氧 氧 氧是非金屬 這裡一大堆 全部 都是金屬 可以嗎? 氧 就是氧 其實屬於非金屬 因為某些原因 它放了過來 這邊 遲些有機會再說 氧是非金屬 可以嗎? 我們看看筆記 我和我問 老師是否要背好所有元素 不是的 就算我學了這麼多年化學 所以我常記 大概是三十個左右 OK 大家要留意 由原子最一 即是一粒質子 兩粒質子 開始 我渾棄了 一粒質子是氧 兩粒質子是氧 一路講下去 當中半金屬 你要知道 我們常考就是這一大堆 行嗎? 當中 彈 是半金屬 要記的 直 直 即是 用來做電腦晶片 都是一個半金屬 其他有些自己看 非金屬 金屬 那 法學最重要就是這些符號 那些符號是否要背好呢? 考試會給你的 中心 但你 起碼都要記最基本幾個 例如氫 你要記得 碳 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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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屬 錶 你 金銅銅,我們稱為中式 可以嗎? 蘋果是紅色,不是蘋果色 金屬是良好的導電體 這個中二都學過了,金屬通電很好 那麼室溫到25度,一個大氣壓力之下 根本大部分金屬都是固體 除了一隻就是水銀 水銀的學名是熊 這裡除了熊,俗名叫水銀 水銀就是溫度計的水銀 它是金屬大液體 接著,非金屬的特點 非金屬是沒有光澤、雷炭、硫磺、氧氣等 光澤表面暗淡,不能通電 第一隻非金屬可以通電 就是你原不深 一般小朋友,未讀過書 他覺得原不深入面是圓 黑色的錯 原不深入面是石墨 石墨的成份呢? 石墨即是炭的其中一種形態 考試寫石墨,固絕炭 可以嗎? 喜歡做一個可以通電的 原不深,記住原不深不是圓 接著,非金屬在深淵之下 是固體或是氣體,除了一種不是 大家找到嗎? 這裏 原子墨是35那個 臭了 看不看我上課已經被你問過 臭是液體來的 也是中式的 不要寫啡色,啡色是廣東話 好,最後了 科學家如何分辨金屬、非金屬、半金屬 就是看看能否通電 通電的 有光澤就是金屬 通不到電就是非金屬 那半金屬怎麼辦呢? 科學家會做個實驗 簡單而已 例如這裏有電池 記不記得是甚麼來的? 安培計,燈膽 我夾著測試物 我夾著測試物 我下面用本身燈 用火一路加熱 科學家發現 金屬和半金屬的分別呢? 好 那來了 科學家發現 半金屬溫度一路上升時 一路加熱一路加熱 咦? 如果這個是半金屬 那個燈膽呢? 奇怪哦 越來越光哦 個安培計讀數越來越大 那就是半金屬 溫度上升時 它的電阻 是會減少的 導電性是會增加 那金屬反過來 這條是一條鐵棒 我一路加熱一路加熱 燈膽會越來越暗的 那就是電阻會增加 那金屬加熱的時候 通電能力 是越來越差的 導電性是減弱 減少 好了 這堂就這樣了 再見